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收看话语之全 我是林峰全牧师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基殿的晚景 就是到了基殿他一生的最终了 基殿从卑微之中被上帝兴起 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挟制 把基殿的声望抬到他人生的最高峰 然而他却在这个时候 暴露出他火爆的个性 也就是他的软弱 然而 对基殿造成最严重的致命伤的 却不一定是他个性上的软弱 而是他生命当中出现两个大缺口 今天我们就要从四世纪第八章 二十二节到三十五节一起来思想 在基殿的生命当中所出现的这两个严重的大缺口 一个是偶像的问题 一个是家庭的问题 由于这两个问题 由于这两个问题使得基殿到了年老的时候 在一夕之间毁了他的一世英明 他过去所做的一切 似乎都已经没有用了 这两个很严重的问题 偶像的问题跟家庭的问题 我们先看偶像的问题 在四世纪的第八章 二十二节到二十八节提到 基殿如何落入这个偶像的问题呢 当基殿带着那三百个最不懂得打仗的人 却战胜了米殿 十三万五千大军之后 全以色列人的心 几乎都被基殿人 这个基殿个人的魅力 给掳去了 基殿就好像是 每一个以色列人心目中的大英雄 成为他们的偶像 在这段经文里面 四世纪第八章 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记载 以色列人来对基殿说 你既然脱离 拯救我们脱离米殿人的手 我们希望你和你的子孙 来管理我们 意思就是说 他们希望基殿能够做以色列人的王 不仅基殿可以做王 连他的儿孙都可以继续做王 来管理以色列人 这样的事情的确是可能会发生的 而且经常是发生在战乱过后 所以有句话说 乱世出英雄 就是这个道理 基殿是在乱世当中成为英雄 被以色列人成为心中的偶像 所以他们期待基殿能够做以色列人的王 但是基殿有没有答应 以色列人的请求 做他们的王呢 就当时的情形来看 基殿似乎是没有接受以色列人的要求 但是实际上基殿有没有做王 我们到下一段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他的家庭问题 可以了解基殿到底有没有做王 但是我们还是先回到偶像问题这个部分来看 基殿是怎么陷入这个偶像问题 这个漩涡里头呢 基殿对着以色列人发表了一篇短短的演说 这篇演说主要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 他不会做以色列人的王 然后讲完这段话之后 他反过来请求以色列人一件事情 他说我不做你们的王 但是呢 我请求你们每一个人 把你们所得到的抢夺的那个耳环 金耳环能够送给我 以色列人听到基殿人这项请求之后 也不问他你要这些金耳环做什么 竟然大家都无意义的通过 愿意把他们所得到的这些金子送给基殿 这也算是以色列人对基殿表达那种尊崇跟谢意吧 既然你不肯接受来做以色列的王 那么送你一些东西也不算什么 也是应该的 基殿跟这些以色列人要求那些金子 那些从敌人手中所得到那些金耳环要做什么呢 在诗诗记第八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记载说 基殿所要出来的那些金耳环 中一千七百色克勒银子 此外还有米甸王所带的月环耳粹 和所穿的紫色衣服 还有骆驼向上的金链子 基殿拿到这些之后 就制造了一个以弗德 设立在本城尔弗拉 后来以色列人就拜了那个以弗德行的邪引 圣经说 这就做了基殿和他全家的网罗 以弗德是什么 为什么基殿要做一个以弗德 他向这些以色列人要求 邀请得到这些一千七百色克勒的银子 要做一个以弗德 以弗德在圣经章当中提到 至少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 以弗德是大祭司所穿的围裙 这个围裙里头有可以放 这个决断用的石头 另外一种可能性 这个以弗德是祭司所穿着的细麻布 是作为一个圣袍 第三种可能性 这个以弗德是可以立起来作为偶像的 基殿所造的这个以弗德 应该是属于第三种 因为一千七百色克勒的银子 相当于二十公斤的重的金子 二十公斤重的金子 雕塑出来的以弗德 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大的偶像了 可以立起来的偶像 所以我们看到 圣经在四世纪第八章二十七节就说 后来以色列人因为败了那个以弗德 行的邪引 这就做了基殿和他全家的网罗 这就是偶像的问题 基殿用那些金子制造的以弗德偶像 让全以色列人来拜那个偶像 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情想到 你是否曾经因为偶像问题 而影响到你个人及全家呢 影响到你或全家的偶像是什么 除了偶像的问题 基殿他的晚景所遭遇的第二个 是家庭的问题 记载在四世纪的第八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五节 这个家庭问题是什么造成的呢 在四世纪第八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 提到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说 基殿有许多的妻 另外一件事情说 基殿为他的妾所生的儿子 起名叫做雅比米勒 这两件事情有什么关联呢 首先提到 基殿有许多的妾和妾 这说明什么呢 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拥有许多的妾妾呢 按照传统 大概只有帝王 君王 才能够拥有许多的妾和妾 而圣经却提到 基殿拥有许多的妾和妾 这里所说的妾和妾 有什么区别呢 因为早期的阿拉伯人有一种风俗 一个妾嫁给人之后 这个女子 可以仍然住在他自己的父母家中 而他所生的孩子呢 是归给母亲跟母亲住在一起 所以这个雅比米勒是基殿的妾所生的 他是跟他的母亲住在一起 没有跟他的父亲基殿住在一起 雅比米勒就是在这种风俗习惯当中所生出来的孩子 他跟基殿另外七十个亲生的儿子形成了不同的对比 所以难免会让雅比米勒心中产生极大的不满 雅比米勒的意思是什么 雅比米勒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 我父亲是王 基殿特别为这个孩子取这样的名字 一方面安抚这个孩子 证明基殿这个父亲还是疼爱雅比米勒这个孩子的 虽然他是妾所生的 另外一方面也可能在暗示说 基殿是一个君王 虽然以色列人拥立他做王 他拒绝了 但实际上他却成为以色列人的君王 所以他取了雅比米勒这个名字 就是告诉人雅比米勒的父亲 也就是基殿 他是一位君王 而且他拥有许多的妻妾 所以我们看到 当年基殿义正言辞的拒绝做王 后来却默认接受这个职份 基殿虽然在名义上不是以色列人的王 实际上却过着帝王般的生活 他有许多的妻 许多的妾 并且借着他的孩子雅比米勒 让众人知道他就是王 基殿的家庭问题 在于他有许多的妻妾 并且造成孩子们彼此之间的区隔 雅比米勒是妾所生的 和妻子所生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基殿为了安抚他 所以可能特别疼爱他 特别宠他 然而这却害了雅比米勒 雅比米勒 后来就反叛了 这是给基殿的家庭问题 带来极重的伤害 弟兄姐妹们 你或你的家族当中 是否存在着什么家庭问题 是否这已经造成你 全家族的困扰呢 这个家庭问题是什么 你要如何寻求解决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 感谢你借着基殿的晚景提醒我们 不可以贪心 也不可以拜偶像 因为这都是受到人自己的欲望 所牵引走的 求你使我们远离贪心 与偶像的诱惑 竭尽我们的心 常常与主亲近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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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